在刚结束的一场NBA季前赛中,胡人队以巴17比103,外界有着同城速敌支撑的快船队,如此一来再获以巴的胡人队,目前的战绩,为三负一胜禁令限于三连白的提湖队,排在西部第14,也就是倒数队。 第二名,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同位洛杉矶的球队,胡人和快船之间的差距很大,三连胜的快船队已经排在了西部第一的位置,看来季前赛对于胡人拳队来说还是极为重要的,毕竟大多数新元胡队中年轻球员之间的默契程度还不够,尽管詹姆斯的加入式的胡人在今下备受关注,但是胡人的整体实力还有待见证, 季前赛的胜负虽然并不关键,但是这也能暴露球队的一些问题,胡人目前还是一只问题重重的球队,接下来胡人还有两场季前赛要打,对手为统一支队伍,那就是未免冠军的金州勇士队,胡人队在这次场季前赛中并未完全发力, 詹姆斯场军出场15分钟就是最好的证明,刚结束的这场和快船队的比赛中,詹姆斯轮球并未出战,显然詹姆斯将会在常规赛中上演拿手好戏,而胡人队这样的安排也合情合理, 让詹姆斯保持最好的状态,多休息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伤痛,这样才能在常规赛中带领胡人迎来爆发,下一场对战勇士队的季前赛中,胡人的迎面并不是很大,勇士还是现联盟中实力最强的那支球队, 虽然目前勇士队一胜一副牌在西部第九名,但是勇士队祭前,赛剩下的对手为太阳队和胡人队,可以说赢下比赛的胜算极大,胡人就算输了这两场祭前赛也不用气馁, 杨豪状态磨练好默契,常规赛打进西部前八还是很有可能的,之后的任务就是尽量在季后赛多撑住几轮。